出来住酒店我是真的很不愿意跟别人共用一条毛巾 所以我特意准备了这个容呼吸的一次性洗脸巾 它不仅质量好 关键这bling bling的包装老好看了 而且它还是植物长绒纤维的呀 结实的就跟一块布一样的 一面是这种U型纹的 一面是平纹的 所以卸妆洗脸用这一张就行 重点是我们担心的那些荧光剂和甲醛它都没有 所以当然孩子都能放心用 它的吸水性也特别好 打湿之后这手感哈 你看就变得更加细腻柔软了 搂舒服了 主要是这包装不管你是给它放在台面上 还是这样挂起来都很显高级 要是跟朋友一起住 他都会忍不住找你要两张 终于让我找到这种适合裸睡的一次性四肩套了 这回出来住酒店就不用跟别人共享一个床单了 而且我买的还是属于这种独立包装的 就这个大小你就放心 你想也不沾地方 它打开之后就是一个被套 还有床单和枕套都给你配起了 还挺方便的 而且它在出厂之前都是经过了检测报告的 没有荧光剂就能放心盖 你再看它还是属于一个特别优质的这种无纺布材质 又柔软又细腻 特别的透气呢 你就反复盖个三两天都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出来玩吧 叫睡舒服了 玩了也就更开心了 小月 以后你老公的内裤都不用给她洗了要 为什么呀 现在温土大品牌都出来这种男式内裤了 这八条到手才三十九块九呢 比一次性内裤都合适了 而且夏天来了男生就要穿这种又轻又薄又透气的 你看它整个都是冰丝细密的小孔 穿一整天都是不会有闷热感的 还是一个7A抗菌的内裤 浴水就会变成蜂窝状 稀释又透气 腰部还是高弹力的 像你老公嘛不是210级吗 就穿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会累的呀 看着确实不错啊 对啊 这一条滑下才四块多呢 你就穿完直接扔都不带心疼的 跟我一样睡眠不好的人 一定要去背这个好实力的真剂眼罩 因为它实在是太遮光了 用手都挡不住的光 但是用它竟然能完全挡住 就这个人待会儿 要不是我喊他 我估计他连飞机都赶不上 它里面的活性炭能让眼睛变得温温热热 特别的舒服 还带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呢 就是又好吃又好闻 你再看它这个呢 还是带有弹力的 就是带上一点都不会累 主要吧 它里面还全部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不管是坐飞机高铁 还是上班上学的时候带都很方便呢 你天天就知道跟自己买冰丝内裤 你看我的破成啥样了 我给你买的呀 还是选的温头大品牌的呢 而且这八条到手才三十九块九 够你穿到明年夏天了 这么划算吗 对呀 你可别看它便宜哦 它做的全部都是这种 装为夏天定制的一个冰丝面料 穿上它就跟开了个小空调一样 特别的凉快呢 而且还是整个都有透气孔的 即使白天穿也不会闷呢 尤其是它腰部这一块呢 还是高腰带弹力的 像你这种210型肚子大的 穿上它也是不会累的 它内装还是漆抗菌的一个面料 浴水就会变成蜂窝状 稀释又透气 而且这八条的颜色还都不一样呢 就是配什么衣服都很合适 这不是马上快夏天了吗 赶紧把你那破洞的内裤都丢了 就换成这个冰丝的 好 为什么没搞的呢 感谢观看 我花4块8买的这50只垃圾袋 现在在我家利用率老高了 因为它是防蚊虫的嘛 夏天呢 你就把它套在厨房的垃圾桶 也不怕招蚊子了 主要是这个水面桃的硬花还挺好看的 你就去超市拿它当购物袋都没问题 它这里是加宽的提手嘛 像出去玩的时候 给它装点水果临时啥的 一拎就能走特别方便 还不勒手呢 陈中立也是挺好的 你看我装满了水 它都不会破 收到我就给它挂起来了 用一个就抽一个